2024年美国职棒大联盟的世界大赛冠军在今天的比赛结束之后顺利的诞生了 他们就是洛杉矶道奇队 今天道奇队呢在纽约洋基队出场最后是7比6完成了不可思议的逆转 拿下了比赛的胜利同时也顺利的捧起了世界大赛的冠军奖杯 而这次世界大赛的最有价值球员也就是一类手Frey Freeman 不管是MVP或者是最后的世界大赛冠军 大概也和很多球迷心中的期待其实是蛮相符的 那么道奇队呢在今天的比赛之后呢 也正式成为了美国职棒大联盟在世界大赛史上 在可能封王的那场比赛当中 在落后至少5分的情况之下 最后还能够逆转战局反败为胜拿下世界冠军 事实上现在世界大赛史上就这么一支也就是道奇队了 而至于洋基队今天是一分之差输掉的比赛 我倒觉得今天的洋基队输掉这场比赛有点可惜 因为他们真的是有机会将这个世界大赛的战线带入到第六战 可惜今天有点是输在自己手上的感觉 我想关键呢还是在第五局的上半 不过在我们进入到第五局上半之前 我想先来讲讲纽约洋基队今天的攻势 今天洋基队呢在比赛一开始就能够顺利的得到分数 还记得我昨天的影片吗 我昨天的影片当中提到了 Aaron Judge的打击timing应该是慢慢回来了 果不其然今天他第一次上场打击 所看到的第一个球是一个94英里的诉求 他马上就把Ferty的诉求集成了一支两分打点全力打 也使得洋基队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 首度就取得了领先 洋基队在整个世界大赛当中领先的机会可真的不多 那么这个领先的机会对洋基队来讲不仅是士气上面的提升 也马上让洋基队所有的球迷能够立刻加入到这场比赛的战局 而且下一棒打者Chisome Jr.马上就补上一支back-to-back的全力打 这让洋基球迷更high了 来到了第二局洋基队再添一分 到了第三局John Carl Stanton也跟进打出了一支洋春炮 包括了例行赛跟季后赛在内 纽约洋基队在John Carl Stanton还有Aaron Judge 同场打出全力打的比赛一共有50场 这50场比赛里面洋基队赢了其中的45场 胜率是非常的高 那么今天一开始就对洋基队来讲 可以说整个情势是非常的有利 洋基队整场比赛打出了9支安打 另外选到了9次的4坏球保送 今天到齐队的投手真的给了洋基队不少的机会 但是洋基队在整场比赛中最后还是败下阵来的主要原因 我觉得还是发生在第五局的上 那么今天洋基队的Gary Cole先发投手 他再次在这场比赛当中展现了他一夫当关的气势 整场比赛里面他的投球局数 另外他在第五局 因为这么多的问题让他多投了将近那个二十几个球 在投手球上待了将近20分钟 但是他到第六局还是继续出来投球 而且投的还是蛮吓吓叫的 我觉得今天Gary Cole的表现真的是没话说了 台湾的Gary Cole 接着下来我们就来看看第五局上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五局上半到齐队的首棒打者是Enrico Hernandez 他集出了一支中外野方向的洛迪安打 事实上这也是到齐队在整场比赛当中的第一支安打 前面四局他们只能够靠着Gary Cole的两次四坏球保送站上垒包过 但是对到齐队来讲并没有任何的得分效果 那么下一棒打者轮到Tommy Edmond 他同样集出了中外野方向的飞球 以Aaron Judge的守备能力来说 这个飞球被他接杀我觉得应该是并不困难的一件事情 而且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在这场比赛第五局之前 其实Aaron Judge完成了一次非常高难度精彩的中外野方向深远飞球的接杀 但是在处理Edmond这个球的时候 没有想到Aaron Judge在接球的那刹那 他的眼睛并没有牢牢的盯着球而是偷偷的可能去瞄了一下垒包上面的跑者 也使得他这个球没有接到被记了一次失误 在一二雷有跑者的情况下打者轮到的是补手Will Smith 说到Will Smith这几年的世界大赛冠军球队都有一个Will Smith 不管是投手的Will Smith还是补手的Will Smith 看起来你要拿世界大赛冠军还非得有Will Smith不可 好讲完了这个笑话之后我们再回头来看看 Will Smith打出了游击方向的滚地球 其实击球出速并不快还不到80英里 游击手Anthony Volpe当时决定可能因为这个球来球并不是很强劲 所以他觉得可能抓double play并不是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因此他选择了比较近离本类比较近的三垒做传球 但是可能在传三垒过程当中 他意识到他感觉到或他看到了Erica Hernandez 其实他的启动非常的快 而且呢看起来已经快要到三垒包了 他在情急之下传出了一个反弹球 也使得三垒手JS Chisholm Jr.没有办法顺利的接到手套里面 也造成了这个半局的第二次的失误 好了这时候呢对于到期待来讲 机会真的可以说是相当的好 没有人出局的情况下战成了满垒 而打者要轮到第九棒的Gavin Lux 不过还好Garico还是蛮稳定的 虽然自己的队友发生了这两次的失误 但是他还是很冷静的三垒掉了Lux还有大股翔平 然后轮到Mookie Betts的打击 轮到Mookie Betts上场打击的时候 我相信对于他心里面应该也是有点压力的 原因就在于在满垒无人出局的情况之下 经历过了两人出局 而且两次都是三阵 也就是说到期队在满垒无人出局的情况之下 一分都没有拿到 我想Mookie Betts身为前MVP 在世界大赛第五战 他应该也有一点打击上面的压力 他打出了一个一垒方向的滚地球 击球出速真的一点都不快 连50英里都不到 Ethan Rizzo要来处理这个缓慢的滚地球 对他来讲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问题在于投手Garrett Cole在这个时候 他认为Anthony Rizzo自己有充裕的时间 接到球之后去踩一垒垒包 完成这个半局的第三个出局数 而没有去补位 事实上从最后的画面来看 因为Mookie Betts从来没有放弃跑壘 也因此Rizzo是来不及了 在这个时间点上 我认为是五局上半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 因为当时我想的是 杨基队总教练应该在这个时候 受益投手教练喊个暂停吧 杨基队并没有这么做 为什么我觉得杨基队可能应该需要喊个暂停的原因 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当时在刚刚发生的这个play 队友沟通不良的情况之下 没有能够顺利的抓到这个半局的第三个出局数 我想可能对投手野手的心情上面 或多或少可能都会有点影响 第二个我觉得当时可能可以喊暂停的原因是 下一棒打者轮到的是 当今在今年事业大赛当中最强力的打者 也就是Freddie Freeman 整个事业大赛当中 你看Freeman的挥急 几乎没有什么几球出速很差的球 几乎都在95到100 甚至超过100英里的几球出速 我觉得当时面对到这样的情况 也许杨基队教练如果喊个暂停 来缓一下投手的情绪 讨论一下怎么样在买来的情况下来面对Freddie Freeman 也许也不失为一个暂停的好事迹 纽约洋基队并没有选择在当时喊暂停 我想他们对于Gary Cole 这位球队的王牌投手在场上的控制能力 还是非常自信的 所以在当时并没有喊暂停的情况下来 面对下一棒打者 也是今年世界大赛当中的大魔王 Freddie Freeman 事实上Gary Cole面对Freeman 也顺利的取得球数的领先 而且最后跟Freeman对决的这个内角诉求 Gary Cole投出了99英里的诉求 你要想到其实在原本第三个出局数 就应该发生的情况下 后面这些球都是多投的 但是对于Gary Cole来讲 他心情上面感觉上还是保持的蛮沉稳的 而且他的整个投球的感觉 球值都是很好的 但是Freddie Freeman 你这时候必须要好好的称赞他 他能够担任这次世界大赛当中的最强打者 绝对不是没有原因的 面对对方这么刚猛的99麦的内角诉求 他依旧用了全身的力量把这个球 击上中外野方向落地形成安打 这次安打的击球出速不到80英里 但是几英里没有关系 重要的是把自己的队友 两位队友给送回来得分 也使得这次安打带有两分打点 双方的比数变成了3比5 不过阳机队这时候还领先2分 有下一棒打者 Telisca Hernandez为道琪队带来的贡献 以及对阳机队带来的伤害那就更大了 因为Telisca Hernandez上来之后 打了一个中外野方向又急又快的平飞球 击球出速超过了100英里 这个球Aaron Judge是完全没有办法追到的 也使得这次安打带来了2分的得分结果 包括了在伊磊的Freddie Freeman 他脚上的伤可能还没有100%完全好 但他也从伊磊最后回到本来得分 双方变成了5比5 你要想想看 这5分虽然并不是Gary Cole的择失分 但对于道琪队来讲 是不是择失分他们一点都不关心 他们关心的是他们前不久才落后5分 但是在一个半局当中 却靠着5分大局 把这5分的师徒 一下子全部都给收回来了 回顾整个第5局上半 我觉得对于羊鸡队的先巴投手Gary Cole来说 也不是一个非常容易能够完成的半局 原因就是Gary Cole一个人孤零零的站在小岛上面 就是那个投手球上 将近有20分钟左右的时间 他在那个半局投了38个球 其中呢大概将近20个球 是在原本应该要抓下第三个出局数之后所投的 也就是说20个球大概是多投的 那么在那段时间当中 教练团并没有喊暂停 然后再加上自己的队友 包括了捕手在内 也没有来到投手球上 给Gary Cole一点调整缓和的时间 Gary Cole自己是没有太多时间去做这些事情的 原因就是现今美国职棒大联盟所采用的 投手的投球时间限制 让投手也没有太多的时间跟空间 去做一些能够调整自己节奏 或调整自己心情这样的事情 因为有可能超过投球时间 你就要被记一个坏球了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Gary Cole在第五局的上半 最后15分做收 我觉得也是蛮不容易的 虽然来到了第六局的后半 当Juan Carl Stanton又靠着一支高飞牺牲打 让洋机队再度取得一分的领先优势的时候 比赛来到第八局的上半 Tommy Kenley上来 没有办法解决任何一个盗棋队的打者 而且我觉得在这个半局盗棋队做得最好的就是 他们并没有放过任何一个 不用靠安打就可以得分的机会 当时还出现了补守防碍打击等等的一些其他的小状况 但是我觉得这些小状况包括了投手犯规在内 可能都是因为压力之下所造成的产物 因为对于洋机队来讲 他们已经是退无可退的路上了 今天这场比赛没有赢的话 他们就没有第六战可以打了 当然没有第六战可以打更遑论有机会去争夺世界大赛的冠军奖杯呢 所以也许我觉得对于野手来讲对于投手来讲都在身上背负一些压力的情况之下 才出现了像是投手犯规这样的事情 但是到齐队呢能够靠着高飞西安打打回追平一分 另外还有超前分 这也难怪Mukie Bass在打出高飞西安打之后 这么样的振奋高举了他的右手 不过我觉得整场比赛看下来 今天这场比赛对于洋机队来讲 在第五角的上半出现了一连串的问题 感觉上像是洋机队自己攻守把这场比赛的胜利送到到齐队的手上的 当然到齐队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的 我们今天在牛棚的运用上面 尤其是我之前曾经提到过的Black Trinan Trinan今天在比赛当中又表现出了非常强大的载质力 就算是Aaron Judge集出了二连安打那又怎么样 其实在当时Trinan还是冷静的把整个场面给控制住了 整场比赛下来当然还是要非常恭喜 到齐队最后是以7L赢得的比赛胜利拿下了世界大赛的冠军 那么这也结束了今年2024年的世界大赛了 那么接着下来呢 跟大家在棒球转播当中见面的时候呢 应该是世界棒球12强了 到时候也请大家不要忘记持续锁定来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影片的话 也欢迎您分享给你的好朋友们 非常感谢你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